治思治理二一思 比平思或豪家之卷 治理 大臣经讲的理 禅宗说讲的理 把思丢掉了 离而无思 那个离是空离 不起作用 譬如 大臣经讲里头 常说的 放下 妄想分别之处 语言成佛道 你能不能发现 你放不下了 你成不了佛 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你试试看 职者能放下吗 放下职者是阿罗汉 放下分别之复杀 放下妄想就成佛了 需不需要修了 不需要 那放不下 放不下就得要努力在四上下功夫 你明白了 对四上不要怀疑 这个修行方法 这是真修 是实修 在哪里放呢 在穿衣吃饭 在工作 在待人修 啊 严谨 练什么呢 念 不齐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要练着功夫 而纹身 在纹身里头 也是练着功夫 练不起心 不懂念 缠就是用的着功 啊 所以他快速啊 缠是成佛的接近 啊 教 是很慢的 学经教 慢慢通到理 慢慢在放下 缠比较快 进度最快 啊 进度最快是什么 先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这成佛 就算了 我可以 尽快 是个人 的 谢谢观看